你覺得這個斷交現在對民進黨年底選舉會有利嗎 還是說其實大家會反思 你民進黨到底有沒有治國的能力 你要把中華民國帶到哪裡去 你要把我們推下懸崖嗎 如果說前面斷交幾個國家 包括這個聖多美 普林西米 巴拿馬 他一剛開始上台的時候 只有這兩三個國家的話 大家可能對於這個民進黨執政 會覺得說永遠在兩岸關係 採取一種衝撞對立的一種態勢 會覺得這對民進黨選舉有加分 可是接連斷了三個四個五個 從這個巴拿馬之後 多明加布吉納法所到今天的薩爾瓦多 如同剛剛其實委員所講的 我真的覺得就是有市長候選人的風範 你看講出來就知道一句話真知濁見 就戳到了這個蔡英文的這個痛處 因為蔡英文已經把這些定性 外交定性跟兩岸晉級之路 你幡然不會悔悟已經聯想在一起了 其實北京當局帶他這個大陸對岸 帶他回來台灣 出國訪問回到中華民國國門 還不到兩天 還不到二十十小時 就直接用這個動作去打醒他 但是他不會醒的 他還是持續他的一個去中國化之路 以至於剛剛丁委員就有提到 他每次講了之後 你看到我對照一下 我剛剛是特別查了 他這次在薩爾瓦多斷交 跟上次的布吉納法所和多明尼加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的次數 從十二次 七次到現在兩次 越來越少 然後台灣一直一直一直不斷地去講 然後還有剛剛委員講的沒錯 那個反應就是說 這個斷交啊 斷交我們的友邦不會使我們 對對岸這樣的一個壓力屈服 對我們這個採取這樣的一個動作 打壓只會使我們更團結更堅定 我跟你講這種只有小學程度的作文 在現在的我們所有國人中華民國民眾來看 我們才會麻痺了 對於他這種採取這種反應 因為今天就是要打醒他 我說為什麼要打醒他說 對於他不斷地在這個教育化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更改他的死綱 他的一個課綱去中國化 我尋我述 他公然告訴我們國人跟告訴對岸什麼 你就算你這樣子打壓我多斷幾個也斷幾個 我無所謂 我不會屈服你 我還是繼續進行我的去中國化的這個工程 他其實就是要告訴對岸 我不會屈服 我不會在這個壓力下 那些堅定團結都是騙人的 所以我說那些作文的程度 小學程度的這個作文 只能夠告訴我們說 你永遠把這樣的一個這個台灣 你是帶向自我毀滅之路嗎 你永遠要這種方式 所以今天對那個年底 你說民進黨的選舉 剩下三個多月不到100天 我告訴大家 不會對這個 好像說因為這樣的 民進黨他們本土派的支持 當然又會說 你看千錯萬錯都是對岸的錯 都是大陸的問題 又來欺負我們台灣 他們對他們凝聚支持者的 當然有幫助 但是對廣大的 氾濫跟中間多數的這個選民 只會覺得說 你民進黨真的要把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 而且 連友邦 連外交部長吳釗燮 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台灣在跟薩爾瓦多見過 還是中華民國在跟薩爾瓦多見過 你永永遠遠都在提台灣 連友邦都搞不清楚的情況下 難怪你會被斷交 民眾也會被你這樣子感覺所麻痺 柯文哲當選之後呢 一路上民調滿意度從70% 一路掉64% 56 50 47 38 36 可是在世大運之後 他整個民調翻轉起來便是60% 好 柯委員你怎麼幹 從過去他選舉到現在 他的民調的上上下下 你覺得完全看得出來 這個柯文哲絕對是一個政治的魔術師 但是魔術師永遠都是在一些虛擬當中 變化出一些的花樣 但是整個台北市 他要的是一個治理的工程師 所以你可以從他剛剛的整個事件 來去說的話 你會發現 大家從對他有很高的一個期望 特別是在一個網路的帶風向當中 把它推向一個最高點 但是大家真正變成是一個 所謂大家所期望的一個市長的時候 每一件事情的一個發生 你就會發現他完全不靠譜 特別是你看看那個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是完全點到最低點 但是你不要忘記 柯文哲他為什麼和民調 可以提高的緣故 就是來自於他 其實你這邊後面 應該再往下來去看 世大運的時候 其實跟他所講到這個 兩岸一加清的時候 其實時間點是差不多的 世大運的成功是因為 我們的選手拿很多金牌 而世大運是好龍斌爭取的 人家的政績 人家的一個政績 可是他卻又很有辦法 去把它做一個收割 但是你也必須要去承認 柯文哲的兩岸一加清 就是因為他提出來 大家認為台北的結構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跟對岸 維持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關係狀況之下面 我們不要去談台獨 不要去談一個很非常 政治的意識的形態 柯文哲是完全拿到 這一些的一個票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當他去做出一個 兩岸一加清的道歉的時候 其實他整個的 這個所謂的支持率 就往下掉了15% 所以柯文哲是完全剽竊 國民黨過去對於 跟對岸政府之間 彼此之間和諧的一個關係 他剽竊了這樣的一個本質 但是他用他自己的包裝 但是他又是隨時在做一個 變成的方法 他也不敢公開的去告訴他 我就是真的要跟對岸 維持一個關係 他只要看到任何人 看到李登輝講不同的話 看到時代電量講不同的話 所以柯文哲 你可以從他這樣的一個民調 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就從我剛剛所說的 他就只是一個政治的魔術師 永遠在變一些的把戲 但是這些把戲 沒有辦法發揮一個 真正我們台北市民 認為一個市長 該發揮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實力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是我們的網路世代 永遠是對一個這樣子 一個表面虛擬的人 然後做出他一個傾向的話 我覺得那是整個台北市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悲哀 台北市需要的是一個 非常實質的一個政策 上面的一個底地 所以我才說 我們需要一個治理的工程師 如丁委員一樣 他所提出來的 非常多的政策 青年兒少 你就具體的說出來 我要做哪一些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我完全沒有看到這一些 柯文哲現象 是台灣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 我個人覺得是台灣民主化之後 最黑暗的成績單之一 因為他告訴人家 你從政 你的誠信 你的作為 你的政績都不重要 我只要能夠用公家的預算 跟資源來造就 為我自己造勢 那麼我民調高 我就贏了 你拿我怎麼辦呢 好 我們來看看 最近他的民調怎麼回事 五月三號 我們從丁守中 開始獲得國民黨提名之後 一開始丁守中他的民調 TBS在台灣 是被認為可信的民調 超越柯文哲 竟然超越柯文哲 所向拼命 竟然被丁守中超越 聯合報也是超越 艾普羅平守 五月三號的ET Today 新聞雲比較低 然後再來 所有的民調 大概都是平守 或者是比柯文哲還要好 到五月底的時候 這個時候 TBS再次做民調 發現已經民調拉近了 再來 最關鍵的是 中間六月份沒有民調 那個時候正是柯文哲 因為兩岸一家心 跑到深綠電臺去道歉 然後左支右處 最後民調狂跌的時候 可是過了六月 從七月開始 竟然發現柯文哲 民調又爬上來 現在柯文哲 跟丁守中的民調 已經有拉開的跡象 大概各家做出來 都是10%的差距 丁委員 看到這樣的民調 您有信心嗎 當然民調高高低低 這個我們做參考就好 當然我們也要從這個民調裡面 去檢視一些信息 那確實我們在很多地方 我們要做出調整 我們要更加的努力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一點就是 在目前柯文這個民調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從七月開始 那個時候所 現在很多的民調某種程度 都有操作的這種情形 他在操作一個棄搖寶科的 這樣子一種氣象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做民調的 這個媒體本身 他在做民調的時候 也發現還有另外一個迷思 就是做民調做完了以後 原來丁守中贏的 但是因為年輕人調查不到 但是年輕人佔的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經過加權以後 那我又變成輸了 這樣子的情形 那所以說在這個裡面 我們當然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在年輕人選票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變得少 我們發現一點 就是年輕人選票裡面 二十九歲以下的 對柯文哲知道的百分之九十七 對丁守中認知的才只有百分之六十二 中間就差三十五趴 所以說怎麼樣讓更多的年輕人 去知道丁守中 這也是我們今後努力的 定委 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發現在他六月的時候 他民調有下來 他自己都承認 他兩岸一家親跟聲率道歉 民調掉了十五% 可是那個時候 在兩岸問題上面 您竟然沒有乘勝追擊 這讓人家非常覺得很奇特 為什麼呢 事實上那段期間 你說什麼乘勝追擊 或怎麼樣 我們那段期間 都在做國民黨的基本功 為什麼呢 就是基層的這些拜訪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當然在議題的注重方面 我們確實疏忽了 但是我們也曉得 因為現在國民黨資源有限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重大的資源 放在最後兩個月衝刺 議題的衝刺也是在這方面 那但是如果講兩岸的論述的話 那當然柯文哲是變來變去的 他一會兒說是這個要攔的票 一會兒又去抱李登輝這個 台獨教父大腿 所以說這個他也是人家講說 像政治水母一樣 我的民調如果贏對手 我就會如果記者問我 我會說參考就好 如果我的民調輸對手 我會說我要嚴肅面對 因為這代表我有問題 也就是說代表我目前來講 的選戰的打法 或是我對於情勢的評估 我有一些漏洞 這個漏洞我要把它停滿